勇武申 九尚雅坑有條條 沒有動物在紙片拍攝過程中受到傷害 人我就不包了 我很生氣啊 有個教會會長又做了逃兵走了老啊 他呀 上機之前一分鐘才通知教會說辭職 因為他找到班機有他隻狗的機位 這麼問才通知辭職 原來是因為要走狗 送走隻狗 當日上街我勇武申很拼命出去衝啊 我明明看著會長你拍攝手掌鼓勵我們 又提供物資 又開了後門給我們躲 現在這麼多手足想著草啊 機票錢都沒有 恨不得你帶我們走啦 你個個都不帶帶隻狗 哎呦 你真是對我們很敬仰和很尊重 原來整班手足都不及你家的狗 我們在你心目中連隻狗都不如啊 啊 你就去蘇格蘭放狗 整班手足蹲監道日如年慘過狗 你就去穩身開始 坐牢那些右岸底 搖過用完的廁紙 你還說盼望上帝啊 按著你的軟弱去憐問你 還好意思拖上帝下水 我贈你一句啊 雞飛狗走你蒸走狗 這個環境求人不如求警 我最近找了一份筍工 是新興行業來的 專幫狗求情脫上 就是這樣 過去幾年呢 封狗正是橫行 很多癲狗犯了事啊 那我就專門幫那些狗主想辦法 在庭上辯護啦 求情啦 找些理由幫那些狗主脫身 或者幫那些狗狗減營啦 好好找的啊 什麼求情理由 求情分四大類 第一類 狗是沒錯的 是社會的錯 這隻 是正義又有理想的優秀小孩狗 牠受社會氣氛感染而已 牠認罪 但是牠沒錯 千錯萬錯 永遠是人家的錯 是政府的錯 牠永遠都沒錯的 第二類 隻狗狗 是無知的 牠路過而已 汽油樽是要來打火鍋的 雷射電腦 貫性用的嘛 木棍 整彈卷用的 是啊 牠以為受害人想打人 於是牠就撲過去咬牠 第三類 關身體事 封狗症發作的時候 龍精虎馬一上到停 隻狗就有病的了 抑鬱症啦 過度活躍症啦 自閉症啦 又或者隻狗智商有問題 天上的星星 只要牠在大氣層之內 我都會非常地窄給個官 哈哈 又或者 隻狗 已經年紀老了 不是說牠啊 定 說這隻 牠突然之間一夜白髮 在庭外邊行動遲緩 牠老了 最後 最經典 不過狗主要有雙熟獸醫式才行 就是這招殺手間 老生樓 那麽大的樓 不過這頭生樓 那頭就去砍酒 飲啤酒 這老樓 終於乱惹啦 喔 這樣便宜 很快牠的樓又會翻法的啦 希望大家支持我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等有新片 就第一時間通知你 以及如果剛才的影片你喜歡的 讚好和廣傳 多謝大家支持 請多謝大家